今天晚上要求你 要求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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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強調母語重要性 馬少爾群島共和國駐台大使艾瑞琼 首次在台灣使用母語馬少爾語公開致詞 今年南島語言附陣交流論壇 透過同步口譯讓語言不再有隔閡 園民會主委也全程以阿美族語致詞 國內公開場 講和說母語長期致力於研究台灣南島語言的中研院院士李仁鬼 就指出必須要珍惜台灣南島語言的價值 因為台灣南島語言其異性大也保存最多古語特徵 再再顯示台灣最有可能是南島民族的原鄉 因此若要重建南島語語系統 就必須研究台灣南島語言做起 一個語言學家叫Edward Sapir提出這樣的概念 你要想知道一個民族的起人地他原鄉在哪裡 就看哪一個地區跟語言的分析度最高 台灣這個地區雖然不大 但是它就是語言比數其一度最高 為期兩天論壇台灣十六組語推組織代表也參與其中跟國際互動 分享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經驗 希望促進具體的語言覆正策略 原始新聞喜姑姑溜台北市採訪報導 所以播放在網上 獄中文字幕唯一 各位社交平台 然後網上網站